行政院党产会前委员杨伟中8月底在库克群岛发生逆笔不幸,杨伟中的一缺, 已由国立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力教授沈博洋补实接替,不到40岁的沈博洋, 再度创下党产会最年轻委员的记录。 党产会已将沈博洋的委员资料正式登载在官网上。 根据台北大学官网,沈博洋是美国加州大学犯罪与法律社会学博士, 专长领域是刑法、法律社会学、刑事政策、白领犯罪,并且据律师资格。 据了解,沈博洋是党产会主委林峰正新自挑选的年轻委员, 沈博洋解替的是杨伟中兼任委员的位置, 行政院在10月初就已核定这项人事案,认同党产转型正义 并对人权议题关注的沈博洋10月9日正式参与党产委员会议, 当天一决的,是中营为国民党赋随组织的行政处分案,党产会人事异动。 徐有为与沈博洋任委员中央设台北14日电补党党党产处理委员会发言人施近芳今天表示, 兼任委员杨伟中日前过世, 移缺由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博洋接任, 另专任委员罗承松因借调期满规见, 由徐有为接任,杨伟中8月底携妻女妇纽西兰库克群岛度假, 不幸溺斃,施近芳万坚表示, 杨伟中过世后,朱伟林峰正邀请沈博洋接任兼委员一职, 判借重其法律专长。 沈博洋长期关心人权与转型正义工作, 10月初上任兼任委员, 9日第一次参加党产会委员会, 该会议决议认定中影为国民党赋随组织沈博洋为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犯罪与法律社会学博士, 据律师资格、专长领域为刑法、法律社会学、刑事政策、白领犯罪等。 另外,施警方表示, 前专任委员罗承宗因戒调两年期满, 日前归建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所担任所长, 专任委员一职由徐有为出任, 9月以上任徐有为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工法所博士, 曾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委托的法国公平交易法规翻译小组召集人, 国立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博洋接替杨伟中的一缺, 图写取自台北大学大人物网站, 分享。